今天支点小编带大家看看史上最励志的政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政府发动手上的媒体 为布林肯争取未来几个星期访问中国造势 现在中美双方未证实也不否认 看来可能性真的很大 懂得小编的人都知道 小编真的很喜欢布林肯 因为他为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永远都想不明白 上手总统阿钦钦又疯又疯 自然当然有很多笑料 但现在布林肯看起来不正正常常 但那些笑料还要多过阿钦钦 现在小编发掘到 布林肯还有另一个优点 他就是做人很励志 今年2月气球风波 布林肯玩玩玩玩玩 结果玩出 去不成中国 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 布林肯发生了一个跪地求饶的人辱道歉永动机 一日跪求中国给他访问 有闲人不负责任 这么说手指 布林肯经过超过20次 向中国外长道歉 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他争取到访问中国的机会了 伟大的科学家 牛顿说过 一个人如果做事没有恒心 他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现在布林肯身体力行 用自己几十八万次的道歉 来换取中国的原谅 真是孝感动天 令全球七十亿人都好灌动呀 看回近年的美国国务卿 个个在外交都有些件事 就算前任冯贝浩那么废 起码可以吹嘘一下自己好出力打压中国 但是布林肯呢? 哇哈哈 他这么久 美国朋友大幅减少 美元被人抛弃 霸权之处打柴 在和乌战争里面更惨 焦头烂压 还要搞祸对华关系 但是又要求中国帮拖 给小编的感觉就是 现在布林肯 连成功争取访华 都想拿来做正职 正所谓 将标准降低 人生舞弊艺 布林肯 你是可以的 可惜 布林肯的底 真的太花了 有些黑心的网民 甚至建议 中国人不想见到他 其实很简单 再飞几个气球过去就行了 到时美国一定发烂 混蛋 分分钟布林肯坐坐下飞机都要调头折返 这样的事坑 都被他想得出 看来大家对布林肯的印象 真的好得加零一 以前的美国国务卿 堂堂美国外交的卡片 但现在的美国国务卿 变成了美国的外交赤子 用完就被人丢 人人都要丢 布林肯做到国务卿 这么费 真是我见右脸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